生活中,你总会看到各种懂事体贴的女孩,她们温柔善良,她们美丽大方,可是却没有男朋友,而那些你看不上的娇滴滴的女孩子,她们会做,她们任性,她们爱发脾气,可她们周围却围了一圈安前马后的异性。 人们总是说女人要懂事一点,才能有人疼爱,其实有时候越是懂事的女人,往往越受委屈。 当然女人应该懂事,但是前提是这个男人是否值得?前一段时间听朋友说起她姨母的事情,大概是这样的。 01.我这一辈子,真的做够了贤妻良母,女人懂事贤惠的前提是,男人值得,如果女人越懂事男人越不珍惜,这个时候女人就要想象,你的贤惠和懂事,对还是不对? 01.我的婚姻维持了整整36年,这36年的时间里,我一直都在努力地做一位好妻子,好儿媳,但是最后我得到了什么呢? 01.婆婆直到现在都没有承认我是她们的一家人,从那以后,我就决定离婚,因为我付出的越多,越是为这个家着想,她们也越是觉得我是理所应当。 01.我累了,不想再坚持了,我已经60岁了,剩下的这些年,不想再委屈自己,怎么样舒服怎样说吧? 01.可以说,我是用大半生的时间才明白过来,那就是在婚姻里,越是懂事的女人越是委屈,你什么都丈夫着想,为婆婆考虑,但是她们呢?什么时候考虑过你呢? 01.女人心善是自己的修养和修行,不是别人以此觉得你好欺负的依据,你的贤惠和懂事,如果错付给了不值得的人,那在他们眼里,你不是懂事,你是好欺负。 02.我的前半生,一直都是以婚姻和家庭为中心的,我把家庭当作我人生的全部,每一天的每一分钟,都在为了这个家庭付出。 01.我替男人考虑,照顾他情绪与面子,不想让他因家里的矛盾而分心,所以无论婆婆怎么欺负我,我都忍。 01.一晃三十六年过去了,他不但不觉得婆婆有错,还处处嫌弃我,觉得我不够孝顺。 01.婆婆在我们家一直都很强势,她才是真正的一家之主。 01.只要她觉得我哪里不对,我老公立即就和她一起说我,指责我,根本不管事情的黑白与对错,她觉得自己的母亲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,说来真是可悲,已经年过半百的人,竟然还是一个妈宝。 01.我脾气好,好到没有底线,无论受多大的委屈,我只要一想到我们有共同的孩子,心就立即软了下来,再没有半分脾气。 01.我担心如果我们的婚姻不好,孩子以后会畏惧婚姻,如果真是这样,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 01.决定离婚的前一天,我跟小女儿贪心,她读博士,快三十岁了还没有成家,我跟她说,你也年龄不小了,如果有合适的,谈了对象,就领回家来给妈妈看看。 01.女儿说,不管我以后跟谁结婚,都绝对不会找跟父亲一样的人。 01.听她这么说,我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,原来我的女儿真的已经长大了,她什么都懂,什么都看在眼里,我这些年寿的委屈,她都知道,所以她支持我离婚,支持我做一回自己,为自己活一次。 03.说实话,关于婚姻,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,我不知道该如何劝孩子,让她勇敢地选择相信,今生一定会遇到一个懂自己,爱自己的人。 01.婚姻都应该是两个人共同的事情,两个人应该是平等的。 01.我活大半辈子才明白,不是女人应该照顾男人的面子,而是女人应该自己给自己正面子。 01.婚姻不是一个人付出就可以的,要想过的幸福,夫妻两个人必须要互相照顾,你给她面子,这是你的懂事,她的懂得感恩,并且同样的照顾和理解你才可以,否则你的贤惠和懂事,在她眼里就是好欺负。 01.还有就是,婚姻里真正高情商的女人,一定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和自立的人格,思想,能拿得起放得下,有足够的底气。 01.我可以为你洗手做羹,做个贤妻良母,家庭如果经济困难我也可以扛起来,当然如果你对不起我,我会毅然决然地离开。 01.我是你的妻子,合伙人,不是你的员工,手下,我们是平等的,这一点在婚姻中很重要。 01.女人记住,你的懂事和贤惠不廉价,一定要给值得的人,如果她不懂得感恩,那你越是懂事,就越是委屈。